弥天打晃 任性过头便是欲盖弥彰 就是你别太任性了 其实心里你压根不是说 一定要跟你男朋友闹掰 你还是希望他回来 所以不要太过于任性 你说呢 反正我就是希望能够 今天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吧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站到 开启告白之门的恩兼旁边 来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事实真如我们所料 你男朋友出来说 我们就是友谊 就是想要帮助你 只是你一直以来穷追猛打 搞得我不敢说实话 你会信吗 首先他跟我说明白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跟你说明白 他就是好朋友 同时 同时 我希望他把那个女人带来 无论是他的前女友也好 还是某一位大姐也好 都要把他带来 那意思就是说 那个女生不出现 这个男生是百口莫辩 这辈子说不清 我不想听他单方面的解释 没有用了 他就不来 你男朋友说了 你也不信 那你会分手吗 如果真的就是有事 他们俩都来了 那你又怎么办 分手吗 真有事 谁又是我一人扇一个耳光 我劝你镇定点 劝你镇定点